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言很注重引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年轻人 不过由于人生历练不够,他们容易受到花言巧语的引诱 有些人贪图一时的享乐,造成悲苦的结局 英文叫Beater End 神创造的人,男女之间两性相约是正常现象 神也设立了一副义气的家庭 让人类可以繁衍,夫妻互相配搭 抚育年轻一代健康成长 撒旦却搅扰人的思想,散播腐朽的价值观 将奸淫合理化,不但危害家庭,也打乱社会秩序 中国古人说,色字头上一把刀 犹太人古老的真言也说,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 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 少年人立刻跟随他 好像牛王宰杀之地 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 形容年轻人在色诱之下失去判断力 像被杀的牛一样,不知道死之将至 真言第二章,第五章到第七章都谈论了这个主题 在真言第五章,揭穿了淫妇的诡诈 英文经文第三到五节 中文经文三到六节这样说 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 她的口比油更滑 至终却苦似阴沉 快如两刃的刀 她的脚下入死地 她脚步踏住阴间 以致她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 她的路变迁不定 自己还不知道 我们在巧言吝啬 Butter in a Lordy Dish那期节目 引用诗篇 说诡诈的人口如奶油光滑 正是所谓的油嘴滑舌 真言这段经文说 淫妇的话像蜜一样甜 像奶油那么滑顺疏心 不过这些话很快就会变为阴沉 阴沉是巴勒斯坦地区一种苦涩的植物 也有翻译为青蒿 圣经中常用阴沉 比喻痛苦 哀伤和灾害 这段经文还说到两刃的刀 这种刀是致命的凶器 以前 埃斯基默人在捕杀 北极熊的时候呢 就用两刃的刀 他们先把刀锋上沾满动物的血 等血结成冰 把刀插在地上 北极熊闻到血腥味道 就过来舔 像孩子吃雪糕一样 因为温度很低 直到刀锋割破舌头 北极熊还麻木不绝 不知道是在舔自己的血 年轻人在情欲上沉沦 也是如此 不知危险将至 甚至会导致死亡 不过这类淫妇 害人之后也会遭恶保 第五节说 他的下场是 下入死地 踏住阴间 色诱在中国古代男权政治中 是常用的计策 孙子兵法的三十六级中 有一招美人计 当男人们在正面交锋中 难以克制对手 就会用这一招 比如说 春秋时的月王勾剑 被吴国打败之后 把美女西施献给吴王夫差 当吴王沉溺女色时 月王勾剑则握心肠胆 十年之后 终于报仇血恨 灭了吴国 英雄难过美人观 古今中外皆同 旧约圣经四世纪 第十三到十六章 记述一位 中了美人计的强人 参孙的故事 参孙是拿西尔人 他蒙神赐福天赋异禀 力大无穷 能空手撕裂狮子 用驴腮骨杀了 一千非力士人 参孙做以色列的事实二十年 很可惜 参孙血气方刚 他除了遵守拿西尔人 不剪头发的规定 其他方面都很随心所欲 他爱上了妓女大利拉 在大利拉的纠缠之下 说出了自己力量源头 被剪去头发之后 失去了力量 非力士人挖出他的双眼 用锁链锁住他 推膜做苦工 后来非力士首领 庆祝甲神大滚帮助他们 把参孙拉出来戏耍 参孙祷告求神赐还力量 让他抱非力士人的 挖眼之仇 神就让他头发长出来 他抱住和扳倒两根顶梁柱 与敌人同归于尽 他临死杀的敌人 比他活着的时候杀的更多呢 传道书七章二十六节 上班节说 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 他的心是网罗 手是锁链 就像在说参孙的经历 刚才我们读的是 1611年的 英王詹姆斯译本的经文 到17、18世纪 Bitter End 有了另一个翻译 Bitter Destruction 灭顶之灾 有位约翰史密斯船长 用Bitter来称呼 船上缆绳的跟装 到了19世纪 Bitter又被简化为Bits 是指船上那种 两个一组的缆装 和毛一起用来固定船只 Bitter也可以指 船只的毛链 威廉史密斯海军上将说 当毛链已经放完的时候 就无计可视了 婚姻之外的男女关系 也像无法抛毛的船只一样危险 Bitter End 也传到欧洲其他国家 德国一位反战的外交情报官 汉斯·吉塞维尔斯 写了一本书 英文书名是 To the Bitter End 是纪念二战期间 德国那些反对希特勒的 抵抗战士 他们顽强勇敢 大部分人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美国小说家雷克斯·斯托特 塑造了一个体型超重 酷爱花草的侦探 尼路·沃尔夫的系列故事 其中一篇叫 Bitter End But 讲述了一个谋杀案件 英国摇滚乐队Placebo 在2003年演唱的 The Bitter End这首歌中 唱出了爱情破裂的悲伤 今天的年轻人 也还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 我们来听听 盼望现代的年轻人 能够从古老的真言当中 汲取属天的智慧 在两性关系方面 少走弯路 活得更自信 更精彩 谢谢您收看 神说人说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